中部五线区应届郭东毕业生志愿就业的有13837人 在中区公民就业辅导中心的安排下已经全部辅导完成 今年第一批进场实习的毕业生有彰化县和南投县14所郭东600多名学生 他们分别进入台东的中和机械公司和彰化的台化 都封新东三家纺织厂直接参加学习技术生产程序 这个工厂除了工队算数之外 每个月约有1200块钱的待遇 并且有宗教合作制度鼓励他们完成